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去问你那好三嫂吧 三嫂 她对你做什么了 把这个给金嬷嬷 就说我给她赔罪了 是 三嫂对少生做什么了 我们之间的事你少管 四爷越发小孩心性了 进嫂嫂的屋 竟连一点规矩都不懂了吗 三哥要有你一半深情 那我也就足了 行了 别恼了 坐下来 吃我一杯茶 尽尽心吧 你真是误会你嫂子了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 如今家下太平 何必为了这点小事 闹得不合呢 太太爱闺秀 那你找个行纸干装的姑娘不就行了 你偏要反着来 太太生气有渴 叫老爷知道了 那也不高兴啊 我找个嬷嬷教她规矩 那真是怕你们少走弯路 你不来感念我的好 还在这儿跟我甩脸子 是我误会三嫂子 可是我还是希望三嫂子 能好生作养自己 别来插手 我跟少春之间的事 行啦 嫂嫂知道了 我图什么呀 不就图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太太能够得个舒心媳妇吗 谢谢三嫂子 那余落告辞了 去吧 奶奶 这四爷也忒不是好人心了 看来这林姑娘 还真不是好惹的 我就使了这么点绊子 就窜到四爷上门心事问罪来了 这要是进了门 那还了得 就是 等着吧 好戏还在后头呢 师父 我来帮你问书 师 师父 对不住 这些书我还没看 科考在即 这可不像你啊 我现在看 两情相悦 本是好事 更何况 能碰到一个可心的人实属不易 近日 为师看你最心于此 心下还为你高兴 毕竟是父辈的事情 终究还是属于父辈 倘若你真的能放下 师父 我放不下 一席就先家破人亡 这人我一定要删 何苦来在啊 这是我活着的理由 既如此 就不该分心 前路坎坷 搞不好会掉脑袋 你见过这天下有几个人 谈情说爱间 就把复仇给报了他 看 伯伯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去岳东 去岳东做什么 我去找我的女儿 八年了 我那苦命的女儿 在海外孤险之地勾潜投生 她俩自己换下的姑娘 姑娘都忘了 如今复仇不报 整日间和傅家公子亲亲我我 你如何对得起 寒冤儿中的老爷 我没有 没有 那你告诉我 那日的雨伞你送给了谁 这些十日又是谁 整日跟你厮守在一起 看来姑娘 早忘了自己身上的重担 早知如此 我当初可何必静下你 能得自己苦受了你 我没忘了 萌萌 你别走 我一定会替父亲声音 一定会把小孩宰回来的 你别抛下我 抛下我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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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我不是比你 这些年咱们受的苦 不就为了这一桩事吗 你要是这时候半途而飞了 不知老爷在天之灵死不明雾 连我消雅流放的苦 也都半受了 不知三极 我又不会弄他 Theme 不知说 他们都 审认得 关闸关闸关闸 quero 让你赢 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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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你怎么了 是不是你这三嫂子 绿楼 对不起 我 少淳 你听我说 这两日发生的事 并非我所愿 让你受了委屈 我要同你说声对不起 我钟情于你 爱慕的也是原本的你 并非身在大院里 那些顶着规矩形式的姑娘 若把你变成那样 我会觉得对不起你的 所以你无需改变 也无需迁就我 你就做原本的你 像石头雷起的山 你不来救我 我便去救你 让你永远无法摆斗我 他待我如此深情 我倘若此时跟他说要分开 他断然不会接受 没准还会一直纠缠 如此一来 恐怕会坏了我的事 我得想个一劳永逸的法子才好 是不是很感动 以后可别轻易使小心子了